第1781章集市盾 听到封建至尊的话 王腾顿时投去一个大大的比一眼神 这家伙的态度 竟然比他还坚决 今天在场的都做个见证 我封某人 今日与王腾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然后巴拉巴拉一大堆 最后拉着王腾拜倒 皇天与后土皆为政 随即封建至尊便是拉着王腾 在四方无数势力 无数修饰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结拜成兄弟 结拜完后 王腾看着一脸兴奋的封建至尊 拱手恭贺道 恭喜大哥 喜提一位如我这样天资卓绝 败是无双的兄弟 大哥真是好福气啊 突顶贺 南宫寻 还有神蒙一干人等 以及四周其他各方势力 各方修饰 全都发呆 随即反应过来 顿时纷纷无语 这也太自恋语无耻了 封建至尊先是憨憨一笑 有些没有拐过弯来 随后脑门上方才扶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盯着王腾 指着王腾正想说其为何厚颜如斯 便被王腾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 叫你一声大哥 作为大哥的兄弟 以后我的事 就是大哥的事 你的事 也就 还是你的事 大哥 这不过分吧 王腾眨了眨眼睛 开口道 封建至尊有些听差了后面的话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文言爽朗笑道 哈哈哈哈 兄弟就该如此 只是话没说完 他突然反应过来 似乎这小子刚才这话 有些不太对劲 他仔细回味一下 顿时瞪大眼睛 盯着王腾永远的道 小老弟 你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味啊 什么叫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还是我的事了 王腾翻了个白眼 目出善良的笑容道 谁让你是我大哥呢 封建至尊被噎住了 他感觉自己结拜了一个活祖宗 而且还贼厚颜无耻 便是秃顶赫此刻也不由得瞪大眼睛 一脸崇拜的看着王腾 发出由衷的感叹与赞美 公子的脸皮真是已经出神入化了 不知道小鹤什么时候才能有公子的三分功力呀 哎 鹤声正是惆怅呀 其旁边的小妖精南宫群也是瞪大了美目 眼中也满是古怪之色 最后不由得吐了土香蛇 实在没有想到某人竟然将无耻修炼到了如此高深莫测 炉火纯青的境界 此周其他各方势力与修士 也都瞠目结舌 大哥听说你们御剑门在三十六大顶尖上古势力中 都算是非常古老的势力 传承之悠久 比起古族都不遑多让 你们御剑门的宝库 一定收藏颇风吧 实不相瞒 小弟的神蒙出剑 还没来得及经历时间的沉淀 底蕴浅薄 对于各种资源都是无比的紧缺 大哥能否援助一二 王腾可怜巴巴的道 封剑至尊顿时眼角一抽 美好气的道 你小子别来这套 谁不知道你这小子曾经洗劫过诸多势力的宝库 如今坐拥的财富 放眼整个神荒大陆 也没有哪个势力比得过你 你竟然还想入我那点羊毛 你摸摸你的良心 不会痛吗 说到这里 封剑至尊突然眼珠子一转 笑嘻嘻的道 说起来 二弟啊 你应该知道 我遇见门的情况吧 我遇见门不喜欢外界的争名夺利 所以这么多年来 宝库底蕴是时尚一直浅薄的很 你坐拥那么多宝库 是不是要帮忙扩充一下我遇见门的宝库 什么 神蒙出事了 哦好 我马上回来 王腾突然正色 神情凝重 深吸口气道 随后 他一脸郑重的看向封建至尊道 大哥 我灵犬宝地出事了 我得立刻赶回去 告辞 说完 王腾立即一把抛出秃顶鹤 一脸蒙蔽的秃顶鹤迎风而掌 放大身体 王腾卷着南宫巡就直接落到秃顶鹤宽大的背上 吩咐秃顶鹤立即火速赶回灵犬宝地 蒙蔽的秃顶鹤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想到封建至尊竟然想打他们灵犬宝地的宝库的主意 立即打起12分警惕 激发12分潜能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远方 眨眼消失不见 额 只留下封建至尊一脸猛逼 他有些纳闷 灵犬宝地有那样一群可怕的存在 能出什么事 可要是没出什么要紧的大事 那小子为什么走得那么急 看来神情 语气 真不像是假的 灵犬宝地可能真的出事了 自己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顺便帮帮忙 不只是封建至尊 四周其他人也都心中惊愚 纷纷猜测灵犬宝地是否真的出事了 从刚才的情景来看 王腾收到的这个神蒙告急的消息太巧了 但其神态表 语气等 各方面都实在太真实了 看上去不像是假的 不像是演戏 唯有平阳至尊 感到有些不太自然 看着王腾远去的方向 最终忍不住摇头感慨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浅浪啊 我不如他 不只是实力上现在不如王腾 同时还有演技上 瞧瞧什么才是演技 跟他当初在灵犬宝地外 借故家出事急顿 王腾此刻同样的急事顿 却比他自然与真实多了 不只是当事人封建至尊被忽悠住了 连同不少旁观之人都怀疑 灵犬宝地是否真的出事 公子 人为追来吧 刹那之间便顿到远处的秃顶和回头 看了一眼深后 紧张兮兮地问道 没有 王腾则是恢复了平静与淡然 秃顶和顿时松了口气 同时气急败坏地道 那老头子太可恶了 竟然敢惦记我们的宝库 随即秃顶和却是见兮兮一笑 道 幸好我早就将御剑门的宝库给弄到手了 让他们惦记我们的宝库 哼踢个 听到秃顶和的话 王腾顿时有些发呆 问了一下 看着秃顶和道 你刚刚说什么 你把御剑门的宝库顺来了 什么事情的事情 秃顶和一脸得意的邀功道 嘿嘿 我早就知道御剑门将宝库藏在那个叫做紫印大帝的八转巅峰大帝身上了 刚刚趁着所有人的注意流都被公子与封建至尊吸引 小鹤我一狼头就将那家伙敲晕了将他身上的宝库取了来 王腾您嘴不言感到无语 同时他还感到不可思议 通谋这家伙竟然连八转巅峰大帝都能敲晕了 这家伙为了夺取宝库究竟是挖掘了多大的潜能 绝境求生的本能都不如他夺宝石所爆发的潜能 第1782章愤门的紫印大帝王腾久久无语 南宫群也张口结舌 一脸吃惊的盯着秃顶鹤 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敲晕了紫印大帝 取走了宝库 同时他一双眉眸眨眨眨 盯着秃顶鹤有些不善的道 之前你也是这样道走我们家宝库的 秃顶鹤一脸傲然道 不错 你得感谢我 要不是我道走你们家宝库 你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留在公子身边 远处天际就在封建至尊疑惑灵犬宝地究竟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不远处一道光芒积射过来 是紫印大帝 遇见门主惊讶地看向紫印大帝 指着紫印大帝脑门上的两个蒸笼大包 愣道 师祖您这是紫印大帝却是极怒不已冲着封建至尊道 师尊 我派的宝库丢失了 嗯 你说什么 听到紫印大帝的话 封建至尊顿时一愣 师祖 宝库不是在你身上吗 遇见门主也有些吃惊 连忙开口道 是王腾身边那头山鸡干的 刚刚我的注意力都被师尊与王腾结拜的事情吸引了 没有留意到那可恶的山鸡溜到我身后 然后一狼锤就敲在我头上 紫印大帝愤闷道 封建至尊咒没道 然后你就被敲晕了 没有 然后他又敲了我一下 紫印大帝低沉道 我地指服仅号人民币服 封建至尊抡起大手就一巴掌将紫印大帝冲飞了出去 没用的东西 堂堂巴转巅峰大帝的修为境界 竟然被一只山鸡偷袭算计 本座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封建至尊气击败坏道 人家王腾才准地巅峰都能击败你师尊了 你却被他身边的一只灵宠作祭击婚 出去别说是我的弟子 封建至尊骂骂咧咧 四周各方势力 无数修士都瞠目结舌 目瞪口呆 遇见门主也怒气冲冲道 太失俗 那王腾太可恶了 他身边那只山鸡敢这么做 肯定是得到他的授意 我们得去将宝库追回来 封建至尊翻手又是一巴掌 将遇见门主拍飞 吹胡子道 什么王腾 那是我结拜兄弟 你得换他太失书 没大没小宝库他拿走就拿走了 过些十日我去灵犬宝地管他要救事 慌什么 一座宝库而已 比得上我跟他的结拜之情 封建至尊一脸比移 回宗 次方众人面面相去 封建至尊看了一眼灵犬宝地的方向 脸上浮起一抹老坚俱滑的笑容 摸着下巴喃喃道 灵犬宝地可是有不少强者坐镇啊 我现在跟那小子成了结拜兄弟 他的前辈就是我的前辈 到时候我去找他的那些前辈们请教 切磋论道 应该不过分吧 讲到这里 封建至尊黑黑一笑 等再稳固几天修为 到时候就去灵犬宝地 封建至尊回到御剑门 各方势力 各方修士 也都纷纷散去 平阳至尊等人看了一眼灵犬宝地的方向 又看了一眼御剑门的方向 心思各异 一日之间 这中周便是发生两件大事 王腾击败封建至尊 稀土最后两尊地道至尊主动现身 自愧俘如 让王腾得以圆满成道 一步迈入八转大地巅峰境界 成就神荒大陆万古不朽的传奇 未来不管多少年过去 神荒大陆都必定会流传他的名字 而除了王腾圆满成道之外 封建至尊也顺利迈入天地境界 打破了当世无天地的尴尬局面 这件事情同样意义重大 封建至尊成就天地 这对当今修士无疑是一种鼓舞与振奋 这意味着当今的环境虽然不如西年诸地时代 但是依旧有希望凝聚天地果实 成就天地境界 尽管封建至尊此番成就天地境界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王腾出手相助 宁八方秩序 助封建至尊凝聚天地道果 除此之外 王腾的成道 封建至尊成就天地 令得这方天地同时增加两个顶尖层次的无上强者 这将可以影响到天地规则秩序的运转与壮大 将会令这片天地的规则秩序 潜移默化的壮大变强 从而改变这片天地的修道环境 至于机制 就跟朱地时代的强者归来 给这片天地带来的影响一样 从某种情况来说 天地规则秩序的强弱 与这片天地间的强者层次 强者数量 都是有关联的 两者相互影响 强者越强 那么天地规则秩序就越强 那么天地本源就越强 灵气也就越浓厚 而天地规则秩序越强 天地环境就会朝着有力的方向变化 让修士在修道意图上可以走得更远 而所谓的末法时代 不过是因为某些劫难 强者凋零太快 导致这个世界的天地规则秩序失去了那些顶层强者的支撑与影响 从而天地规则秩序随着时间弱化 最终影响修炼环境 造成灵气枯竭 一些强大的天地规则秩序消失罢了 这种情况下 环境糟糕 修士修行艰难 最终恶性循环 修士越来越弱 环境越来越糟糕 变成了末法时代 所以从大的方向来说 封建至尊与王腾的强大 对于这片天地环境的变化 有着正面的方向 当然 两个人终究难以撑起一个大事 就算有正面方向 影响也不会特别明显 除非两人的实力强大到 已经可以完全地影响一个世界的运行 王腾抓着玉剑门的宝库 等候了半赏 却并未见到玉剑门的人追来 不由微微醋眉 难道那紫印大帝还没醒来 玉剑门还不知道宝库丢失 不可能 我根本没有用太大的力气 与太强的精神干扰 那紫印大帝是八转巅峰大帝 这会儿怎么都该醒了 公子 我看玉剑门是不打算要这宝库了 我们干嘛还要还给他们 这可是小鹤拼着性命 敲了两次才敲晕紫印大帝夺来的啊 秃顶鹤惨兮兮的道 王滕冷冷的扫了秃顶鹤一眼 哼 我记得此前曾多次警告过你 让你不要惹事 秃顶鹤顿时心虚的闭嘴 王滕扫了一眼南宫巡 会烧菜吗 啊 南宫巡有些发呆 见南宫巡发呆 王滕皱了皱眉 没有再说什么 翻手间取出一些瓶瓶罐罐 是由各种林草宝药制成的调味品 直接撒在秃顶鹤身上 阿七公子 你在做什么啊 秃顶鹤闻到调料粉 打了个喷嚏道 王滕手掌一抓 一蹴朱雀神火就从掌心窜出 我准备做一份烤拳机 就用你做食材 第1783章回返林草 没有等来御剑门的人 王滕也没有再继续等下去 打算先回林草宝地 至于御剑门的宝库 届时找个时间再送回来便是了 林草宝地 整个林草宝地 近百万门众 极满虚空盈后于此 所有人都精神振奋 心情激动 于逍遥 丹青 公孙长青等神盟的诸多骨干长老 远远的便迎了上来 恭喜公子圆满成道 公子戴士无双 先浮勇响 授予天奇 此方那近百万门众 也都纷纷兴奋喊 公子戴士无双 先浮勇响 近百万门众齐齐呐喊 这份声势绝对是震天动地 王腾刚刚成道 而且还一举迈入巴转 大地巅峰的修为境界 此刻自然也是兴奋不已 听到神蒙百万门众的呐喊 心中也是微微荡漾 但是只是瞬间便平复了心绪 大地境界虽然在这凡间界来说 的确已经是一力巅峰 但是他的目标 又岂是一个凡间大地 他并没有因为眼前的飞跃进步 而志得意满 忘记自己真正的目标 他要成神 成仙 要杀上神界 推翻古老仙朝 为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无天魔主报仇 要杀上神界 斩首上苍真身 为荒土亿万生灵复仇 他还要求一个无上神通 重聚荒土那些牺牲者们的亡魂 将它们复生 他永远忘不掉 当初荒土诸圣 荒土诸多生灵自我血迹的悲壮 秋恋一道 光怪陆离 玄妙无穷 他相信 这世间定有复生术 若是没有 那就创一个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王腾看着眼前百万门众 将手一压 百万门众那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同时消失 只有鱼音缭绕 震荡天地 回山 王腾挥手 只凭净吐出两个字 百万门众分裂两行 恭迎王腾回归山门 等到王腾回到灵犬堡地中后 那百万门众方才有序的回卷入山门中 对于神盟的人来说 王腾便是他们的信仰 哪怕是那些原本东华门 以及雪衣门的长老与弟子 此刻也都热血沸腾 振奋不已 完全融入到了神盟之中 公子如今已经圆满城道 一步入八转巅峰大地境 天下皆知 不知道公子可曾想好自己的地号 云逍遥与一众神盟骨干长老来到王腾的宫殿 开口道 地号 王腾文言一愣 并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时间 每一尊大地都有自己的地号 他既然成帝 也该有自己的地号 所谓地号 其实就是一种称号 这封号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定的 会有明明中的天道进行考核 只有得到天道认可 才能使用这个称号 定下地号的时候 会有天道秩序显化 成帝者的资质潜力越大 实力越强 那么确立地号的时候 引发的天道秩序就越多 越强 这是一个感悟天道的机会 是一个天大的机缘造化 公子 以你的天赋与潜力 以及实力 此番若是确立地号 说不定可以点亮七条天道锁链 楚皇在此刻开口道 点亮七条天道锁链 什么意思 王滕文言一愣 对此真的不甚了解 楚皇解释道 公子有所不知 在确立地号的时候 会有一种古老的异象显化 我们称之为天道异象 在天道异象中 有一座古老的天碑 被诸多天道锁链锁住 那些天道锁链暗淡无光 但是确立地号的时候 引发的天道秩序 便可以激活这些缠绕在天碑上的天道锁链 激活的天道锁链越多 得到的天道馈赠就越多 对天道的感悟也会越深刻 听到楚皇的话 王滕不由有些惊讶 没想到确立一个地号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庞之末节 同时 他对那个古老异象 天道领域也生出了几分好奇 你说那天碑被天道秩序所著 说我有可能点亮其中七条天道秩序 那天碑上一共缠绕有多少条天道秩序 王滕好奇地问道 一共三十六条 楚皇如实回答道 嗯 三十六条 王滕眉头一挑 有些惊讶 一共三十六条天道锁链 以他的天赋与实力 楚皇竟然说他只是有希望能点亮其中七条 那天碑上的天道锁链 有这么难点亮吗 楚皇解释道 公子有所不知 事实上 纵观神荒大陆历史 历代大地确立地号 点亮天道锁链最多的 也不过是点亮其中的五条天道锁链罢了 点亮其中六条乃至七条天道锁链 都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高度 至于那点亮五条天道锁链的大地 皆是历史上极其经验的存在 据说他们成就最差的 最后都成神了 嗯 当时也还有一个西年曾点亮五条天道锁链的人 王腾目光移动 封建至尊 不错 楚皇点头道 封建至尊昔日确立的地号并非是封建 而是预见 西年确立地号 引动七条天道秩序显化 注入天碑中的天道锁链 最终点亮五条对应的天道锁链 得到天道馈赠 让他进一步加深底蕴 实力大增 而历代的其他大地 大多数都只是引动了一条天道秩序而已 越是平阳至尊 当初也只是引动了三条天道秩序 原谅三条天道锁链 楚皇解释道 王腾点了点头 没想到连封建至尊都只是引动了五条天道秩序 难怪楚皇说没有人可以点亮天道石碑上全部的天道锁链 虽然自古以来从没有人点亮过天碑上的全部锁链 但是从其点亮数目越多 获得天道馈赠越多的机制上来看 若是真能点亮天碑上的全部锁链 必定是一桩天大的机缘造化 只可惜 要引动三十六条天道秩序 点亮天碑上的三十六条天道锁链 实在太难了 或许永远不可能有人做得到 楚皇感叹道 王腾却是目露一色 心中暗暗沉吟 按照楚皇所言 若是确立地号的时候 真能点亮三十六道天道锁链 那无疑会是一个天大的造化 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好处 收获无穷的天道馈赠 进一步开拓潜力 增强自身的底蕴 他此番底蕴大爆发 一步迈入八转巅峰大地境界 多年沉淀的底蕴几乎消耗一空 若能把握住眼下的机会 便可以重新积累下雄厚底蕴 为将来迈入神境打下基础 第1784章 你道理呢 对于确立地号的事情 王腾记在了心上 不过暂时并未想好以什么作为地号 此外 要确立地号 这是大事 到时候需要昭告天下 同时 王腾圆满城道 还需要举办一场庆典 连同此前神蒙入主灵权宝地的盛会一起进行 这件事情 王腾交给了楚皇去准备 其他的一些琐事 王腾也一起交给了楚皇去处理 这些事情原本应该是由云逍遥去做的 不过王腾考虑到云逍遥现在也已经快要正道 不能将精力都耗费在这些琐事上面 所以将这些事情转交给楚皇处理后 王腾便让云逍遥下去闭关 沉淀底蕴 为道时候正道做准备 空偶 就在这个时候 灵权宝地身处的某个修炼秘境中突然传来动静 有一股惊人的气息爆发 但是很快就收敛了 王腾顿时目光一动 随后脸上浮起一抹笑容 道是无常的气息 看来无常此番必关收获颇风 不日或许便要出关了 此刻 王腾心中忍不住有些期待 等到叶无常出关 便是叶无常正道之时 他打算让叶无常等人 一个一个陆续正道 在叶无常正道时 其他人自然不能与之一同正道 那样便是自相残杀的局面了 收回目光 王腾扫了一眼难攻寻 你想清楚了吗 是否需要我送你回非朋族 南宫寻你了名嘴 楚楚可怜的道 公子你就这样厌弃人家吗 并非厌弃 而是不想伤害你 你应该知道 我的志不在于此 若你只是想要追随我 倒也没什么 但若你对我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头来自会让自己伤心难过 却又何苦 王腾开口说道 南宫寻亲咬嘴唇 随后抬头凝视王腾 那一双秋水长 某此刻却没有秋波流转 很纯粹与清澈 显得非常坚定 道 我选择的路 我想自己走 感受到南宫寻那坚定的目光 王腾微微醋眉 他收回目光 不再与他对视 与气旦莫道 以你的天赋与身份 这样坚定的道心 若你能将这心思放在修炼意图上 你现在恐怕已经成就一代女帝了 成就女帝后 你就会接受我了吗 南宫寻亲咬红唇道 王腾 你的确惊艳 举世独一 风采冠绝古今 但你却连爱一个人都不敢 纵然你成就一代大帝 甚至将来成就天地 成神作祖 又能如何 见王腾不音话 南宫寻开口说道 王腾顿时回眸 赤盛的目光盯着南宫寻 你在动摇我的道心 迎着王腾那陡然冷冽的目光 南宫寻顿时心中一颤 脸色惨白 只觉得如坠冰窖 这样的话 我不希望再听到第二次 收回目光 王腾招来一名长老 为南宫寻安排住处 随即便是朝着主风怪石区飞去 等到王腾离开 南宫寻依旧有些惊魂未定 惨白的额头上满是细腻的冷汗 身上同样是冷汗淋漓 南宫寻的话 自然不可能真的撼动了王腾的道心 同时 王腾也知道 南宫寻说出这番话 也并非是刻意想要动摇他的道心 否则的话 对方此刻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其实那丫头挺不错的 你小子何必那样绝情 怪石区 影子倒是冲着王腾说道 王腾皱了皱眉 而且 我觉得那丫头说的话也挺对 影子倒是补充道 见王腾看来 影子倒是道 修道之人 要入得红尘 也要出得红尘 男女之情 便是那万丈红尘中 最美妙的东西 它可以让人舍身忘死 可以让人痴狂 无惧无畏 能在某些时候 激发人最大的潜能 王腾听得目瞪口呆 一脸纳闷的盯着影子倒是道 前辈 你不是倒是吗 影子倒是正侃侃而谈 听到王腾的话 顿时语气一僵 随即怒道 倒是也可以迎娶道旅 哦 那前辈的道旅呢 王腾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影子倒是嘴角一抽 一张脸憋成猪干涩 旁边有影子声铃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那牛鼻子哪里来的道理 我老早就认识她了 都光棍几百万年了 哈哈哈哈 影子倒是顿时憋得脸色战红 怒骂道 那是因为这时间根本没有哪个女人能入我的眼 是吗 我怎么听说 新年某个牛鼻子看上了上面的某个顶级豪门的圣女 苦哈哈追求了三万年 结果人家从始至终根本看不上你 另一个影子声铃调侃道 我地址服警号人民币服 不带你们这样接人伤疤的 我跟你们拼了 影子倒是气急败坏 跟那几个影子声铃扭打在一起 扯胡子抓头发勒脖子 场面极度油腻与辣眼睛 让王腾不忍直视 影子见客这次也懒得去管他们 看着王腾道 一切顺其自然 跟随自己的心走便好 王腾点了点头 冲着影子见客恭敬地行了衣礼 偏了一眼与两个影子声铃扭打在一起的影子道士 心中暗道还是见客前辈靠谱 影子见客仔细地打量着王腾 神情始终很平淡 似乎对于王腾成功以至尊铺路 圆满成道 并且一步迈入八转巅峰大地境界的事情 丝毫不放在心上 但实际上 影子见客此时心里却远远不像表面上这样平静 只是为了维持形象 所以强忍着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此刻 影子见客打量完王腾 很平淡地点了点头 无比淡定的道 还不错 以至尊铺路 正道成帝 并且一步迈入八转大地巅峰 道也勉强强可以算得上是天才了 王腾文言惊逆道 前辈 如我这般 也只是勉强可以算是天才吗 你觉得呢 影子见客抬眼灭了王腾一眼 王腾道 我听说神荒大路上还没有人如我这般 成功以地道至尊铺路成道 也没有人如我这般 一步八转巅峰大地 影子见客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道 这世界有多大 你知道吗 王腾目光微动 根据从无天魔主的记忆中获取来的信息道 除了神界与传说中的仙界外 传闻世间有诸天万界 神荒大路便是这诸天万界中的沧海一宿 诸天万界 也都与神荒大路一样 同为凡间界 万界修是修道 成神 最终都涌入神界 第1785章人节 影子见客文言点了点头 回眸看向王腾道 既然你知道这世间有诸天万界 知道神荒大路不过诸天万界中的沧海一宿 你又怎知 这诸天万界 便没有其他人做到过以至尊铺路正道 王腾张了张口 哑口无言 因为他觉得影子见客说得很特末有道理啊 根本无从辩驳 虽然自己在神荒大路的确可以说是绝世无双的天才妖孽 是更古以来唯一一个成功以至尊铺路正道的存在 但若是将眼光放到诸天万界 自己是否还是那个绝世无双 王腾永远地看了一眼影子见客 道 前辈 你便是这样打击我的吗 不是打击你 而是提醒你 影子见客缓缓开口 看着王腾认真说道 永远不要骄傲自满 目光也永远不要太局限 而是应该纵观天下 明白吗 王腾感受到影子见客那平淡话语之中所蕴藏的关切 不由得心中溺暖 他可以感觉到影子见客是真将他当作自己的晚辈来对待的 他的话虽然很少 但是却字字朱击 王腾也是神情疑速 哪怕现在他已经修炼到了八转巅峰大地的境界 但是对影子见客依旧保持尊敬与谦逊 充其拱手感激道前辈教会晚辈铭记于心 影子见客欣慰笑道 其实你也挺不错了 真的 好了 这些废话也不多说了 你来这里是有其他的事情吧 说吧 没有在这上面多做纠缠 影子见客开口说道 跟上牛打在一起的影子倒是等人也纷纷停止了互掐 竖起耳朵 王腾这次没有再去说那些阿谀奉承 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的肉麻化 而是神情认真的道 晚辈的确有一事想与前辈请教 是关于劫难八的事情吧 影子见客淡淡的看了王腾一眼道 王腾文言顿时吃了一惊 道 前辈 你能看到我身上的劫难 影子见客摇了摇头道 看来你此番近声道八转巅峰大地境界 感知果然也敏锐了不少 可以朦胧地感觉到冥冥中的一些未知的危险与劫难 你所感应到的那场劫难 乃是你的人结 人结 王腾惊恶地看着影子见客 对于影子见客说的人结感到很陌生 秋行乃是逆天而行 道徒多坎坷 越是精彩绝艳之人 便越是需要历经磨难 经受万劫 而这些劫不单单只是天结 人结 亦是其另一个表现 影子见客耐心解释道 对于凡间界而言 天结并不是无止境 他同样受到天道秩序的限制 有着他的极限 而当这种极限的天结 也无法对于度结者造成任何影响的时候 便会发动人结 王腾文言一愣 经一道 前辈的意思是 我此番成道 一举即升道八转巅峰境界 这凡间界的天结 已经无法再对我造成任何威胁 所以引发了人结 影子见客点了点头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 王腾张了张口 还是第一次得知人结这种东西 人结很神秘 往往伴随着因果 影子见客开口说道 其实当初你寄生准地 引发至尊皇节的时候 我便已经料到了 带你成帝 必定引发人结 那这人结何时降临 如何破解 王腾开口问道 我虽然可以清楚地推算出你的人结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并不想推算 王腾无语 前辈 这可是关乎晚辈的身家性命啊 人结牵扯太多因果 我不能插手 否则可能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届时可能会令某些存在 说到这里 影子见客突然指口 王腾却敏锐地注意到了什么 影子见客提到某些存在 而且突然注口 这说明影子见客 对于那某些存在有所忌惮 这令王腾心中惊异 他仔细打量影子见客 哪怕以他现在八转巅峰大地的修为境界 都无法看穿影子见客的深浅 依旧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影子见客绝对不止天地境 有极大概率是神之 而且是那种不曾受到这片天地的 天道规则秩序等限制的神 而那某些存在 竟然能让影子见客都有些忌惮 那某些存在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这神荒大陆 竟然还有能够让影子见客都忌惮的存在吗 还是说那些存在并非来自神荒大陆 此存无果 王腾便没有再去纠结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管那人节什么时候到来 他都无据 只要平时略微警惕一些便是 与影子见客又聊了一会儿 王腾忽然想到了此前楚皇说的确立地好 点亮天碑上天道锁链的事情 便向影子见客询问 在他看来影子见客几乎是无所不知 届时渊博甚至超乎无天魔主 对此了解比其楚皇也必定更了解一些 天碑影子见客闻言摇了摇头 道那并非天碑而是道碑 天地之间这样的地座有限 只有真正天下无双的奇才 才能够解开地座上的三十六道天道锁链的封印 灯灵道碑 而灯灵道碑的存在 可以得到天道认可与赤锋 能够将自己的地号 书写到天道秩序之中 成为天道规则秩序的一部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影子见客回头看向王腾 听到影子见客的话 哪怕王腾现在已经是八转大帝 定力非凡 此刻也觉得脑海轰鸣 心中震惊的无意附加 盯着影子见客的眼神中充满不可置信 将地号书写到天道秩序之中 让自己的地号成为天道的一部分 这是何等今天之密 何等匪夷所思的事情 天道 哪怕是对于大地 甚至天地来说 都是不可琢磨的东西 神秘而强大 而将自己的地号 书写到天道秩序中 让其成为天道的一部分 这其中的意义 根本不可想象 第1786章挑战影子见客 影子见客继续说道 受到天道赤锋 受益无穷 未来的修道途中 会有很多的便利 不但可以比之外人更容易的参悟天道 还能受到天道气韵加深 不过 想要点亮到杯上的36条天道锁链 却并非易事 古往今来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王腾文言顿时心中一动道 没有多少人做到 这么说来有人做到过 可我听说神荒大陆 更古以来点亮天道锁链 最多的也不过五道啊 我有说神荒大陆吗 影子见客扫了王腾一眼道 这诸天万界 无穷宇宙 终究是有一些惊艳至极的人 更何况 这世界远不像你心中那样渺小 王腾点了点头 然后一脸稀奇的 看着影子见客 道 那前辈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影子见客看向王腾 你 王腾认真的点头 影子见客收回目光 淡淡的道 如果脸皮厚就能点亮天道锁链的话 我想你应该可以很轻松 王腾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愤懑道 前辈 怎么说着说着就人身攻击了 还能不能友好的交流了 人与人之间不能多一点善意与鼓励吗 抱歉 不能 影子见客言简一概 王腾开口道 前辈 你变了 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高冷又暖人的前辈了 是谁 是谁夺赦了你 我要跟你决斗 影子见客灭了一眼这个细精 嫌弃道 你要挑战我 磕磕 点到为止那种 王腾善善一笑 弱弱的道 他想看看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到了哪一步 同时也想看看 以他现在的实力 能否探出影子见客的深浅 对影子见客的实力一直感到颇为好奇 可以 影子见客平静的道 那我们区域外还是哪里交手 王腾看了一眼四周 开口说道 他可不想将灵犬宝地毁灭了 用不着麻烦 影子见客开口说道 目光看了一眼影子道士 影子道士立即咧嘴一笑 翻手之前 一座神秘而强大的古镇犹如天穷压顶 笼罩下来 下一刻 王腾立即就感觉到天翻地覆 日月沉沦 四周的景物瞬息万变 最终化作一个苍茫世界 这个苍茫世界中 有着无数的残垣断壁 看上去像是一个破败的世界 缺乏生机与声音 安静得出奇 这是老到新年以阵法开创的永恒国度 这里的时间流速 无数被慢于外界 相对外界来说几乎禁止 宛若永恒 影子道士颇为得意地冲着王腾说道 王腾文言顿时瞳孔一缩 以阵法开创出这样一个世界 而且令这里的时间流速 竟然无数被慢于外界 相对外界几乎几乎禁止 这岂不是相当于一个长生世界 凡人在这里都能活个无数年 难怪对方将这个世界明明永恒国度 王腾心脏微微抽动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人的寿命可以得到千万倍的延长 仿若永生 那这个世界 岂不是比起传说中的仙界还要惊人 可惜啦 这永恒国度如今已经残破了 影子道士眼神微微黯淡 有些怅然道 为何会残破 王腾忍不住问道 同时他也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之中 缺乏生机 缺乏灵气 还缺乏天地秩序 影子道士很快收拾好情绪 开口道 因为我以阵法为世界 开创出这样一个时间近乎永恒的国度 严重违背了天道 甚至是比之天道更恐怖的秩序 最终遭到某些存在的打击 将这永恒国度几乎溃 比天道还恐怖的秩序 还有某些存在的打击 什么样的存在 连前辈都不是对手吗 王腾吃惊道 影子道士摇了摇头 道 这涉及到天大的因果 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承受不起这样的因果 知道太多 你会死得很快 那我不想知道了 王腾知道影子道士不愿意说 所以干脆的不再多问 但他心中却难以平静 这时间竟然还有比天道还恐怖的秩序 此外 影子道士的手段竟然如此恐怖 以阵法开创永恒的国度 创造一个长生世界 这究竟是何等可怕的正道境界 你不是要挑战我吗 还在啰嗦什么 此时影子剑客开口 淡淡的看向王腾 王腾也回过神来 差点忘了正事 他与影子剑客拱手行了一礼 影子剑客看了他一眼 需要我让你吗 不用了 前辈尽管全力出手 我想看看与前辈的差距有多大 王腾心中不愤 太小看人了 此刻不服气的道 让影子剑客全力出手 要让影子剑客知道 吃啦 王腾话音刚落 影子剑客便是直接伸手抓出一把剑气凝聚成剑 冲着王腾抬手一画 顿时之间 一道赤胜的苍白剑光 便是立即剖开了虚空 朝着王腾斩了过来 王腾立即瞳孔一缩 第一时间融合三大神魔分身 同时动用各种加持实力的手段 挥动修罗剑 是展出当初对付封剑至尊时最后展出的那一剑 他没有丝毫的保留 一瞬间就爆发出了全部的实力 展现出了最巅峰的状态 因为他深知影子剑客的恐怖 同时也清楚地感受到影子剑客这一剑的可怕 哪怕他动用如今修为境界全部的实力 在影子剑客这一剑下依旧感到渺小而卑微 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无力感 枪 下一刻 那苍白的剑光便催枯拉朽地碾灭了 王腾批出的可怕剑光 一股可怕的剑压 瞬间倾泻在王腾身上 让王腾瞳孔颤动 刹那间仿佛感受到亿万军的力量压迫过来 像是宇宙星空无尽星辰一瞬间倾泻在他身上 让他的身体瞬间就要非灰烟灭 他甚至来不及感受死亡 意识就要彻底崩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可怕的剑压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要倾泻在王腾身上的刹那散去 化作一道道猛烈的颈风 卷得王腾乱发飞舞 衣袍咧 当那颈风消失 王腾已然冷汗沾巾 整个人差点虚脱过去 影子剑客长身而立 手中握着的剑气松开 清风拂袖 你让我动用全力的 王腾僵硬地抬起头 看向影子剑客 心脏还在悸动不止 第1787章天骄虫现世 哈哈 小子 你以为成到了 既升到了八转大地 就能挑战老大了 不过你也不必灰心 就算是我们都接不住老大全力一剑 更何况是你了 影子道士幸灾乐祸道 随后大袖一挥 斗转心仪 众人便又回到了灵犬宝地 听到影子道士的话 王腾心中却是苦笑不已 他倒是没有灰心 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影子剑客的对手 只是没有想到双方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巨大 令他败得这么干脆利落 同时 影子剑客那对于力量的掌控 更让王腾震撼不已 方才影子剑客那霸道无双的一剑 光是临近的剑压 就让他几乎要在一瞬间化作鸡粉 但就在刚刚达到他所能承受的临界点的时候 那道剑光便是正好瞬间自动溃灭 化作一股股净风拂过 这看上去简单 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的东西太多了 所谓剑威之柱亏一般而知全貌 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 影子剑客的剑道造诣究竟可怕到了何等程度 对于剑道的理解 对于力量的控制 完全不是现在的王腾可以想象的 只是 回想起方才影子剑客展出的那一剑 王腾心中却是不有感到一丝熟悉 他微微思索 脑海同时涌现出了两个画面 一个是当初见神谷中那个长风哥哥挥出的那一剑的画面 一个是影子剑客方才挥出那霸道一剑的画面 两者展出的那一剑 虽然气息各不相同 但是其中却又似乎蕴藏着同一种本质 正是这一种本质 让王腾感到熟悉 影子剑客前辈跟小修的前主人一定有着某种关系 王腾喃喃道 感觉到了吗 影子剑客神情平淡的道 嗯 王腾闻言顿时看向影子剑客 眼中浮起一抹惊异之色 前辈方才的这一剑 与我从剑神谷的领悟到的那一剑 似乎有着某种本质上的联系 王腾说出心中的感受 影子剑客眼中露出一抹欣慰与赞赏之色 道 你能感受到这一点 道也不错 你方才所施展的那一剑 还不够单纯 不过纯粹 因为你没有领悟到其中的本质 只是学到了其行 却并未领悟其中蕴含的真意 王腾闻言顿时神情移动 此刻他已经不再去纠结影子剑客 与修罗剑的前主人那个长风哥哥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而是将注意力完全的移到了影子剑客所说的剑道上 影子剑客此刻对他说这些 摆明了是要指点他的剑道 要是这个时候自己再去纠结对方与那个长风哥哥的关系 那自己就是傻子 就算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又如何 能让自己领悟到更强的剑道 能让自己变强吗 因此此刻 王腾立即拱手请教道 请前辈赐教 影子剑客只是平静的道 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你只需要记住 大道至简 反扶归真 前辈 就这些吗 你有其他要交代的吗 王腾有些发呆 大道至简 反扶归真 这些都是修行界老生常谈的话了 影子剑客顿了一下 到一个真正的剑道强者 随手一剑 便可以发挥出最强的实力 任何一剑都可以爆发巅峰的实力 无需任何繁杂的招式 一招一式皆由心生 再平凡的招式 在其手中 亦能绽放出不朽的光芒 我无法让你瞬间一跃成为这样的高手 我只能告诉你 大道至简 反扑归真 有时候简单 才是最实用与强大的手段 剑道不在于行 甚至天下之间的一切道于法 皆不应该在于行 而在于他的核心本质 影子剑客又稍微详细的提点了一下 王腾道心思重天巅峰的悟性 令他心中顿时像是涌现出了某种名物 但是却始终像是隔着一一层膜 无法捅破 无法将其抓住 前辈 那他们的核心本质又是什么 王腾忍不住开口问道 影子剑客却没有再严 转身走入怪石之中 化作一幅壁画 背对王腾抬头看天 王腾狐疑的看了看天 这是什么意思 随即他也处立于此 与影子剑客保持一样的动作 抬头72度仰望天空 笨蛋 老大这是不想理你了 并非暗示你看天 一众影子生灵健壮骂道 王腾顿时脸色一红 回头便解道 我当然知道前辈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今天的天空好美 多看一眼不行吗 结果遭到一众影子生灵鄙夷的眼神 一脸嘲笑 王腾干咳一声 无言再留下去 冲着影子剑客 以及其他诸位影子生灵们拱了拱手 以自己要下去参悟道法 以及准备确立地号围游 归溜溜退走 外界 整个神荒大陆 东荒 南岭 西土 北明 中州等五大域都难以平静 王腾成道 一步迈入八转巅峰大地 镇谷朔金 被誉为万谷一地 如今 消息已经彻底传遍各大域 不少人都在议论着 王腾最后一场与封建至尊的正道战 一些当时就在现场观战的人 此刻都是吹得天花乱坠 同时 随着王腾成道 各方势力都立及去通知了自己宗门的绝世天才 那些因为王腾正道而被迫避其锋芒闭关的其他正道者们 王腾顺利成道 接下来 这片天地 便是其他正道者们的舞台了 不过有了王腾诸域在前 其他人即便在正道之路表现在惊艳 也不可能超越王腾了 是啊 经历了王腾以至尊铺路正道 再看其他正道者们同代争锋 宛若而戏 索然无味 不少人感叹道 一些重新出世 月上正道舞台的正道者们 听到这些议论 顿时感到编闷不已 但是却不敢往心里去 因为 那个人的确太妖孽 他们根本不敢去与之相提并论 跟别说有任何不服了 只能默默地征伐 同辈正道 让刘云出世吧 那王腾已经成道 接下来 该是我顾家麒麟儿的舞台了 平阳至尊冲着顾家家主说道 心中却是有些感慨 若顾刘云也能如王腾那般经验便好了 亦或者说 若王腾是他顾家的人就好了 第1788章 页无常出关 顾家天交顾刘云出世了 重新踏上了正道之路 他比以前更内敛了 但是实力却很强劲 风头很盛 北明黄金世家的北宫世子也出世 要与顾刘云争道 一时间 一个个正道者重新跃上了正道的舞台 要正道成帝 并且争斗无比的激烈 某座灵山 王腾竟然真的成道了 以地道至尊铺路成道 太可怕了 现在同代中的正道站再度掀起 快去通知圣子 请圣子出关正道 几个楚家的青年才俊感叹一声 随后纷纷朝着山顶的一个修炼密室飞去 东东东 几个楚家青年来到石门前 冲着石门狠狠地扣了几下 冲着里面道 圣子 王腾已经成道了 你该出来正道了 时事当中 一个风神如玉 挺拔俊秀的青年默然开眸 眼中金芒璀璨 轰朦胧 石门被打开 楚江城从石事之中走出 身上的气息无比的赤胜 双眼都在发光 显得无比的兴奋与激动 你们说什么 王腾已经结束正道了吗 楚江城开口道 不错 圣子果真是高瞻元主啊 那王腾竟然真的逆天至此 真的成功以地道至尊扑路成道 连封建至尊都败在他手上 而且圣子 你是不知道啊 当日王腾与封建至尊那一战 可真正是惊天动地 都得天翻地覆 平阳至尊等十大至尊联手 都封锁不住他们的力量 最后被他们的战斗鱼波给生生先飞了出去 那片虚空至今都还没能完全愈合 一个楚家青年说道 这些都不算什么 更可怕的是 那王腾不但顺利成道 而且还一步迈入八转巅峰大地境界 距离九转至尊境界据说都只差临了一脚 另一个楚家青年一脸唏嘘与崇拜的道 一步八转巅峰大地 楚江城闻言也顿时大吃一惊 虽然他从来没有小觑过王腾 并且在得知王腾踏上正道之路后 便是干脆果断地暂停正道 躲到这里闭关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王腾竟然妖孽到这等地步 不但真的成功以地道至孙正道 而且还一步迈入八转巅峰大地 这是什么妖魔鬼怪 楚江城深吸口气 心中忍不住狠狠吐槽道 不过 他并不想去了解王腾正道的细节 不想去自找没趣 了解的越多 恐怕就越是自我打击 他还想成道呢 于是楚江城立即挥手 阻止了自己这些白痴一样的同脉兄弟 滔滔不绝说王腾的辉煌战绩 够了别再说了 我不想听这些具体的细节 既然王腾已经成道了 那么接下来便没有人再能阻止我正道了 接下来便是我楚江城的舞台 楚江城眸光赤胜 压下了心中对于王腾各种惊人战绩的震惊 打算正式出关 继续自己的正道之路 同日 林全宝帝忽然意向升空 正在琢磨着自己的地号 以及影子见客指点的那些画的王腾突然抬起头来 看向后方深处的秘境 一道漆黑的见光冲天而起 一下子倾泻开来 如漆黑的墨枝飞泻 笼罩半个天穷 一股股黑色的力量朝西翻涌 迅速蔓延 化作黑色的天幕 那黑色的天幕 无比的压抑 同时疯狂的吞噬与童话四方的天地之力 令人惊计 最终那黑色的天幕突然一收 化作一道黑色的线条 如剑锋一般 倒灌而下 化作一滴黑色的夜滴 如墨枝一般 空偶 那一滴墨枝落下 一股恐怖的剑气漠然爆发 黑色的剑气如连衣一般荡漾开 虚空层层塌陷 一道身影从中走出 那天地一向尽数脸去 夜无常出关 无常 王腾冲着夜无常招呼道 夜无常身形一晃 化作一串黑色的残影 瞬间出现在王腾身前 感受到王腾身上的气息变化 夜无常顿时惊喜道 公子 你已经成到了 王腾笑着点了点头 不错 你终于出关了 引发这么大的动静 看来你此番闭关收获不小 准备好正道了吗 夜无常点了点头道 这次闭关之前我又得了一些主封上诸位前辈的指点 在修炼秘境中的时间阵法中参悟与沉淀了数千年 的确有一些收获 若是现在没有我们神盟的其他人正道 我随时都可以开始正道 王腾文言笑道 呵呵 其他人都还在闭关呢 你是最先出关的 对了 你打算以什么层次的强者铺路正道 公子是以何等层次的强者铺路正道的 夜无常反问 嘿 你想效仿那小子恐怕是有得苦吃咯 那小子就是个变态 你脑袋正常一点 别跟他比 之前传授夜无常道法的那个影子声铺现身 毫不客气的打击道 那小子以至尊铺路正道 横推了当时所有至尊 夜无常突然就沉默了 爱上才闷闷的道 我打算以巴转大地铺路正道 以巴转大地铺路正道 夜小子 你确定 传授夜无常道法的那个影子声铺神情 古怪的道 不只是他 在场其他的影子声铺 还有神盟的诸多长老 甚至包括王腾都有些怪异 我知道以巴转大地铺路正道很冒险 但我的确有一定把握 公子 请你相信我 夜无常很认真的道 他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可能与王腾一样 以那些九转大地境界的地道至尊铺路 但是他想要做王腾手中最锋利的一口剑 自然也不想与王腾差得太远 所以便想要以巴转大地正道铺路 只是这段时间一直闭关的他 还并不知道王腾如今的修为境界 磕磕 夜小子 我劝你还是放弃以巴转大地铺路正道的念头吧 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其实也挺好的 传授夜无常道法的影子生灵干咳一声道 前辈 弟子知道以巴转大地铺路正道很难 但弟子有把握 一定可以成功 夜无常目光坚定地道 那啥 那你知道 你家公子现在是什么修为吗 传授夜无常道法的影子生灵古怪道 嗯 夜无常一愣 巴转大地巅峰 传授夜无常道法的影子生灵黑黑笑道 同时给了夜无常一个眼神 你品 你细品 双引号探号双引号 夜无常顿时神情一致 脑门上浮现出一串感探号 第1789章无常正道 那小子以至尊铺路成道 加上本身积累雄厚 底蕴大爆发 一步迈入大地八重天巅峰 也就是八转大地巅峰 差一点就是一步至尊境 那个影子生灵开口说道 夜无常张了张口 憋了半嗓闷声道 那我以七转大地正道吧 其实以七转大地正道铺路也很不错了 纵观你们这一届 还没有人做到过 一无转以上的大地正道成功过 若你能以七转大地正道铺路 未来的成就也将不可限量 那个影子生灵宽慰道 夜无常点头表示明白 冲着王腾道 公子 我想现在便去正道了 届时等到千仲他们出关 应该也要进行正道了 王腾点了点头道 去吧 记住 你不弱于任何人 要始终怀有一颗无敌之心 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动摇自己的心 我不会让公子失望的 夜无常留下一句话 随即化作一道漆黑的剑光 冲出了灵犬宝地 要去正道 他知道 等到夜千仲 唐月 陵墓建尊 金哲建尊 道无痕 顾清风等人出关后 必定也会开始正道 所以他想要现在尽快正道 为夜千仲他们腾出机会 远处 南宫寻已经从此前的惊吓中镇定下来 来到主峰 听到了王腾与夜无常等人的谈话 心中不由得吃惊不已 看着那一道漆黑剑光如墨一般 滑破天际 消失不见 南宫寻心中无法平静 他没有想到 王腾麾下的这名追随者 竟然也如此的气魄过人 竟然想要以八转大地铺路正道 虽然最终因为王腾便是八转巅峰大地的修为而放弃 选择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但这依旧令人震步 纵观神荒大陆的历史 以往从来不曾有人以五转大地及以上境界的强者铺路正道 以七转大地正道 已然是超越神荒大陆的历代正道者了 公子 以七转大地正道 此事亦非同小可 你不为他担心吗 南宫寻忍不住开口问道 担心 无常原本都有信心要以八转大地正道铺路 如今只是选择以七转大地正道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王腾微微一笑 对业无常的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 外界 哈哈哈哈 我楚江臣出关了 将重新踏上正道之路 接下来 这片天地便是我楚江臣的舞台 顾流云 可敢与我一战 楚江臣正式出关 并且连败数名正道者 积累下不小的无敌气势 此刻意气风发 开始挑战当前众多正道者中 名气最大的一批人 顾流云也已经出世 这几天同样是连败不少正道者 积累下了赫赫威名 连一些老辈正道者 也败在他手中 现在外界不少人都在暗暗议论 觉得顾流云很可能会正道成功 拥有碾压同代的风采 收到楚江臣的挑战 顾流云立即予以回应 将与之一战 并且迅速奔赴太原山 要去太原山与楚江臣激战 而就在这个时候 灵犬宝地之中 突然有一道黑色的剑光冲天而出 灵犬宝地 神蒙夜无常 今欲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弘亮的声音滑破长空 声音滚滚如惊雷 传遍四方 令得四方势力 修士 纷纷震惊不已 神蒙 欲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夜无常 此人是谁 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 如此张狂 扬言要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神蒙夜无常 我知道了 他好像是王滕的一名追随者 什么 王滕麾下的一名追随者 竟然也这么狂吗 竟然敢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将正道当成了什么 而戏吗 古往今来 可从来没有人能以五转大地 及以上境界的强者成功正道 便是封建至尊那般精彩绝艳 也差了凉多 一时间 四方震动 都被夜无常的豪言震撼了 并且 消息迅速扩散 很快就传遍整个中州 然后又传入其他各大域 引起轩然大波 各方势力的那些七转大地都怒了 你说王滕这个妖孽怪胎 以地道至尊铺路正道也就算了 你不过是他麾下的一个追随者而已 竟然也敢将主意打到高阶大地身上 打到七转大地头上 简直欺人太甚 哼 一个小小的追随者而已 也配挑战我们 无需跟他一般见识 否则自降身份 不过 尽管愈怒 但各方的七转大地都按捺下了 没有去理会夜无常的公然挑战 他们身为一代大地境界的强者 虽然不如地道至尊那么强大 但好歹也是站在这个世界五道顶端的强者 几乎都是一方老祖级别的存在 怎么能拉得下脸来 主动去跟一个人家的追随者计较 太跌分了 然而当日 夜无常便主动闯入中州一个顶尖势力 并且强势击败那个顶尖势力的一名七转大地的强者 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剑 第二剑的时候 夜无常的剑变已经指在了对方的眉心仙台处 点指尖变可钉穿其头颅 动杀其人神 但夜无常此行只为正道 所以并未下杀手 你败了 夜无常看着眼前的那尊七转中七境界的大地 与其淡漠的道 随即 他收回陆魔剑 身后虚空荡漾起黑色的连衣 其一步迈出黑色的连衣收紧 其身形消失不见 只留下赤剑门的那位七转大地 以及一众赤剑门的长老与弟子 惊心动魄 有有余计 他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 便是寻常的八转大地恐怕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而此人竟然只是王腾麾下的一名追随者 赤剑大地瞳孔颤动 眼神中满是震撼 心中感到极度的震惊与不安 神蒙究竟是一群神蒙样的存在 王腾本身妖孽无双也就罢了 其麾下的一名追随者 竟然也强大致死 赤剑大地被叶无常一剑击败的消息 还没来得及流传出去 叶无常便又找上了另外一尊七转大地 并且同样以雷霆手段 将其迅速击败镇压 而叶无常连败两尊七转大地 并且都以碾压的方式击败对方的消息 迅速流传出去 立即引发轰动 那些人本认为叶无常只是狂妄无知的人 顿时纷纷闭上了嘴 全都震撼不已 第1790章又裂开了 叶无常连败两尊七转大地 并且都以碾压的方式击败对方的消息 迅速流传出去 立即引发轰动 令得外界沸腾 赤剑大地与长恨大地竟然皆被其一箭击溃 这怎么可能 他不过王滕徽下的一个追随者而已 竟然也如此惊艳吗 各方其他那些大地顿时不淡定了 原本还不将叶无常这样一个小小的追随者 放在眼里的那些七转大地 此刻都心中惊异 有些不敢置信 各方修事也都动容 但反应最大的却并非是那些被叶无常挑战的七转大地 而是那些刚刚重新出世的正道者们 原本按照道理 叶无常正道应该是要先盖压同代的 但叶无常根本看不上这些同代凶事 而是直接前去挑战七转大地 若是同代之中 真有能与他针锋的人 自然会去挑战他 若是没有人去挑战他 自然也就意味着同代之中 没有人可以镇压他 等于是镇压了同代 此刻 那些其他的正道者们 得知王滕徽下的一个追随者 竟然也如此妖念异天 竟然连败两尊七转大地 打算以七转大地正道 顿时之间 各方正道者们顿时全都遭受沉痛的打击 心态二度裂开 原本相互征伐 相互征道的各方正道者们的争斗 突然就平息了 完全打不起来了 在他们还在同代竞争的时候 王滕已经以至尊铺路成道 在他们再次出事 同代竞争的时候 王滕徽下的追随者又跳了出来 展现出可怕势力 要以七转大地铺路正道 他们这些所谓的天才 竟然连别人麾下的一个追随者都不如 还征什么道 还征什么道 啊啊啊啊啊 我是废物 我连一个追随者都不如 我还征什么道 我又裂开了啊 扑 一个不幸正好亲眼目睹了 叶无常碾压 叶无常与赤剑大地的正道者发狂 发出令人心酸的悲鸣长气 然后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道心彻底崩了 因为此前王滕正道的时候 他也曾亲眼看到了王滕震压天妖至尊的一幕 留下深刻印象 心中本就有了裂纹 只是后来自欺欺人的方式 自我催眠 得以保住了道心 而现在 他又万般不幸的正好出现在 叶无常与赤剑大地激战的地方不远 刚好看到叶无常一剑镇压赤剑大地 又晓得心灵再度遭受沉重的打击 而且这一次的打击 更重 因为叶无常不过是王滕麾下的一名追随者而已啊 他比不过王滕也就算了 如今连其挥下的一名追随者都远远不如 这对他的打击完全是毁灭性的 二话不说 他那原本就有瑕疵的道心 彻底崩了 心魔作祟 当场张口喷血 就此话道 而事实上 不只是他 还有不少其他的正道者 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叶无常镇压 七转大地赤剑大地与长恨大地 但是听到这个消息 也遭受到不小的打击 道心同样动摇 不稳 但他们终究没有亲眼所见 只是听到传闻 同时心中对此信息保持怀疑 所以勉强还能稳住 不可能 我不相信王滕麾下的一个追随者也能这样逆天 那个人在什么地方 我要去挑战他 同代之中 没有人可以压制超越我 有人气势如虹 大吼着给自己壮士 稳定道心 他朝着太霞门去了 有消息传来 那人闻言双目赤剩 立即朝着太霞门冲去 他这里 距离太霞门正好不愿 不一会儿 他就赶到了太霞门不远处 然后就看到 九天之上有两道身影穿梭 一道黑色的剑光滑破清明 那剑光漆黑而诡异 仿佛可以吞噬一切 同时 那剑光变化无常 冲到太霞大地面前 突然变化成一片黑潮 遮天蔽日 将太霞大地笼罩进去 随即 那黑潮顿时燃血 黑潮散开 太霞大地肉身不在 只有一道原神神情复杂 多谢道有手下留情 叶无常收剑不语 身上的无敌气势再度浓厚了一些 化作一道剑光远去 而远处 刚刚赶到这里要挑战叶无常的正道者 看到这一幕 瞳孔剧烈颤动 体内钻出一缕缕黑气 我 也裂开了 他瞳孔颤动 随即陷入癫狂之中 正道 正道 哈哈哈哈 我连他人身边的一名追随者都不如 有何颜面正道 有何资格正道 可笑 可笑啊 扑 其身形 迅速湮灭 化作一缕缕黑气交织的光点 就此消逝 化道而终 交细很快传开 亦无常一日之间连拜三位大帝 太侠大帝也拜在其手中 令德四方彻底沉默 同时 多个地方 都有正道者走火入魔 化道而亡 这让各方势力纷纷重视起来 高层纷纷深吸口气 做出决定 让刘云回来 再闭关一段时间吧 当下不是正道的好时机 战古顾家 平阳至孙眼中精芒闪烁 神情复杂 最终深吸口气 有些苍老颓丧的道 顾家大殿中 一众高层纷纷沉默 顾家那位八转大帝亲自离开顾家府地 寻到顾流云 将其带回 顾流云显得很沉默 眼神不太对劲 口中在低语 我的道走错了吗 为什么同境界下 我却无法镇压同代 其美与之间 也有一缕缕缕缕的黑气滋生 是魔气 顾家家主面色大变 顾流云这时产生了自我怀疑 伸出走火入魔的边缘 快带他去明星池 平阳至尊也谋光一鸣 立即大赤道 顾家家主当即带着顾流云 前往顾家的明星池 洗涤道心 同时不断地出言宽慰 而大殿中 不少顾家长老却是恶腕叹息 没想到那神盟竟然有如此多的天才妖孽 一个王腾便已经可谓是镇骨朔金 没想到其麾下的一名追随者竟然也如此的惊艳 这一世的正道者恐怕是自古以来正道最艰难的一批正道者了吧 顾家那位八转大帝也忍不住深吸口气 唏嘘感叹道 同时 他心中竟然还有着一丝庆幸 庆幸自己没有与王腾和叶无常这样的妖孽处在同一世 否则若是与他们在同一世正道 他的道心恐怕也未必承受得住这屡次三番的打击 与他们同一世正道 可谓是这一世正道者的悲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